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尹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电控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快递小哥送快递 所遭遇的一系列匪夷所思的恐怖故事 漆黑 小王是个快递员 每天都是忙忙碌碌 这天他来到梅子家送快递 敲了半天的门也没有人回应 心里想梅子怎么老是不在家 无奈的摇摇头就走了 时间过得很快 小王正坐在车里吃午饭 梅子的电话打了过来 小王就问他在哪里 还告诉梅子 半晚会再去一次他家里 等到小王再次登门时 梅子家里依旧没有人 小王很是纳闷 看了看门口的电表 似乎有人在房间里用电 但是为什么没有人出来呢 他刚走到楼下就接到了梅子的电话 让他赶紧把快递送上来 还告诉他房门没锁 小王更加摸不着头脑了 按了半天门铃没人应答 你居然说自己就在家里 小王是有点想不通 不过还是拿着包裹上来了 按了两下门铃依旧没人回应 小王犹豫再三还是打开了房门 站在门口呼叫着梅子 随后就不自觉的走了进去 房间里暗淡无光 有点可怕 就在小王进门时 房间的门自动关了起来 小王感觉里面的卧室有动静 就慢慢的走了过去 在打开门的一瞬间 小王傻眼了 一个衣衫蓝绿的女子沉缩在角落里 嘴里不停的说救救他 此刻小王也不知该怎么办 刚想安慰女子 只见外边的房门开了 女子吓得趴在地上不停的哆嗦着 小王一看女子的害怕模样就觉得事情不妙 慢慢的回过头还没看清楚是谁 就被一棒打晕了 再次醒来时周围一片漆黑 小王奋力挣扎着 好像自己被困在一个袋子里 他稳定了一下情绪 摸索着拉开了拉链 原来自己被人扔在了睡袋里 而且还被人扔在了高速路上 自己正摸不着头脑时 一辆大车冲了过来 直接夺走了小王的性命 故事结束 这一切都是谁安排的 那个人为什么要这样做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哦 感谢观看本期视频 喜欢的不要忘记关注转发哦 爱你哦 么么哒